这期视频是美国警察 在洲际公路上演了一幕高速追捕罪犯的全过程 警方出动各式各样的警车 阵容可谓是堪比豪华 位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盖恩斯维尔以南的75号洲际公路 目前已经有8辆警车参与到其中 还有警车在陆续赶来的路上 派出这么多的警力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嫌犯究竟犯了什么罪名 其实被追捕的只是一名普通的偷车犯 34岁的布兰登贝克 但是被偷的车并不普通 是一辆大型相识货车 所以上演了一场警匪追捕大戏 整个视频时长比较长 在抓捕过程中撞到很多私家车和警车 因为货车的特殊性 警车也并不容易进行蓝停 最后还是嫌犯主动骑车逃跑 才得以有机会进行逮捕 对面赶来增援的警车 准备试着给嫌犯压力 看能不能逼停嫌犯货车 但还是被嫌犯紧贴着车头开了过去 这种速度下 警车毕竟不敢直接拦到前面 没办法也只能老实地继续在后面跟着 再次寻找其他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警车的行车记录仪 就在此时正好刚闯完路口的红灯 在前方煤车的好时机下 警车准备坐PIT蓝停 没有成功 嫌犯货车经过左摇右晃 但是幸亏没有失控 不然前面大批等红绿灯的私家车可就不好说了 经过这次蓝停 嫌犯明显加快了车速 在这种车辆很多的车流下 警车只能等待下次空旷地带时 才能有机会进行截停 以免伤及无辜市民 嫌犯货车左转驶离了主道 这边路面空旷 很适合继续坐截停 经过上次的经验 警车这次没有坐PIT截停了 选择直接加速到货车并列 并用车身把货车挤向路边的停车场 只能说比上次有效果 但是嫌犯货车还可以继续行驶 停车场内的警车还在追捕 这边嫌犯货车已经从花坛开了出来 从私家车和警车中间穿插而过 然后大摇大摆地继续行驶 这难道拿他没一点办法吗 我们要知道现在嫌犯有多爽 等下警员们抓他的时候 也就会有多兴奋呢 保护公属 Boulevard Snow Eastbound Wrong side of the road Coming up to 34th Street Pin that truck Pin that truck Trying to get to it Speed 60 mile an hour Count to a pit Coming up to 34th Street Coming up to 35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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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et 嫌犯货车因路面太窄 决定开往左边的停车场 殊不知大批的警车正在那边等着 刑犯货车还没停稳 直接跳车准备逃跑 被赶来的警车直接撞到 瞬间被大批警员制服在地上 视频最后可以听听刑犯被抓感应 警转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